图层的建立,主要用来管理和控制复杂图形。 在绘图中,可以将不同种类或用途不同的图形分别置于不同的层,从而实现对图形的统一管理。 工程师在进行CAD设计过程中,通常需要对设计的模型进行查看、简化图面等操作。 尤其是在设计复杂模型时,更是需要对模型设计进行有效管理,从而达到更高效的产品设计。 接下来,让我们走进中望3D图层管理,看看它是如何通过图层管理,提高工程师们的工作效率。 启动中望3D图层管理器,在类别属性树下,默认提供Solize、草图、工程图、基准面、曲线与无类别。 用户也可以在类别属性树下通过点击右键,选择新键类别,输入类别名称,然后确定,创建一个新的类别。 在图层属性列表中,用户可以点击新键,去创建一个新图层,而图层的名称可以任意修改,也可以中文名字输出。 然后点击激活,让该层为当前工作层。 用户可以在类别属性下,点击右键,选择指定类别。 去选择所需要的类别,来设置类别属性。 可点击右键,选择移除类别,删除掉类别。 可以点击类别,在编辑器中,选择类别列表中的类别,然后在图层列表中,选择图层来设置类别属性。 在过滤器区,用户可以通过选择开、关、冻结与非冻结,来筛选图层管理器的显示。 可以直接输入名称,来筛选图层管理器的显示。 可以通过右键点击类别属性树下的类别,选择开、关,来控制图层的显示。 可以选择图层对象,再选择任意图层,来直接高亮图层内所有对象。 而在二维软件设计的二地图方面,中望3D图层管理也完全兼容,可将工程师们在二维软件设计时设置的所有图层信息都寄承过来,从而达到与二维软件的无系兼容。 综上所述,中望3D图层管理对同一类别的多个图层进行一次性操作,与二维软件无系兼容。 能显著提高工程师们的工作效率,给用户提供一个高效且医用的对象管理体验。 你也来中望3D官网下载体验吧。